就算了,只要搞創作文化的新儒家 我应该是说,这些不一定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佛家呢,我们提的少 我想以后也可以适当的去提,去研究 佛家有它可贵的东西 而且我们常常说,佛家它是中国化了的 它不是印度那个佛家了 所以我说,应当我们讲这三家 我今天也许讲的过程中有时候牵涉到别的家 对别的家也许有不恭敬的地方 那大家要提醒我 对于老祖宗的东西呢,实际上我们是诚慌诚孔的 这个是价值无比的那个瑰宝 台湾的朋友们,你们是能不能看到中央台的那个电视啊 不知道看得到吗 我们在这个场合看得到 就是在中央二台有一个建宝的那么一个捷波栏 就拿着几个那个破管,是吧 几个瓦罐 那么一些东西就是保,要知道拍卖,是值多少钱 那个东西呢,是说小心谨慎,小心意义的保护的啊 所以一讲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 那是无法比你的这种价值 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恭敬性 那我想要出一个恭敬性 和大家来交流 我对于这个道德经的学习 理解 以及具体的有些东西的做法 希望能够和大家有个好的交流 我发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于道德经的概说 这个部分长一点 刘院长讲各个那些叫做什么经典概说吧 因为大家对道家觉得一个就是有点忽略 再一个就是觉得它是一个有字天书 看也看不懂 一看就打河水 一看就满脑壳 所以就不想看 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想比较详细地说一说 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它的一些字词 具它的理解和注意的事项 第三部分是关于我们在以后教学的时候 今天参考意见 第一部分 老子 即老子介绍 首先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读音的问题 我写了拼音 拼音对台湾的朋友来说有点麻烦 你们学的是注音 这个注音我也学过的 拼音是1958年以后才有的 那我已经读初中了 我以前也是学的注音 我没有写汉字呢 我只是说他读 对于这个人这部书 我们要读老子 这样读 这是按照国语北京话的要求 是这样读的 不能读一个清声 这个清声是普通话 国语里面的一个特点 南方人一般没有 台湾是比较好的有 因为蒋老先生在位的时候 是极力推行这个国语的 这个清声轻轻的一读 那么就是老子 是这样读 湖南话说是牙老子 娘老子 所以你要是说读一个老子 那么这个你读错了 老子是说这个人 也说是这一部书 学国学学这个道德经 第一次开口不要错 年轻朋友不注意 有同学 有人对我谈话 他说他学了 这个他很喜欢国学 特别喜欢孔夫子的论语 孔夫子的论语 这个就不好听了 不好意思说他 就是说 那个字应该读论语 还不读论语的 这是很容易做 老子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是春秋末期人 他的生族年份是无法考察 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实际里面写的东西也不多 下面是实际的一段话 念一下 老子者除苦力 现在趋于人理 人也 姓李氏 名尔子丹 周守藏氏之利也 有些字列上写的是 周守藏氏之史也 没问题 都一样 但是利和史的区别在于 利是个官 史啊 就是个工作人员 希望他是当官的好 一个工作人员 一般的公务员 他就是 修道德 其学 以字引无名为物 居周久之 见周之衰 乃遂去 至官 官令引喜 曰 自将引矣 强为我 著书 于是 老子呢 就著书 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 五千余言而去 莫知许所中 这样一读呢 也许基本上懂了 不懂没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从中间这一段 很简短的话里面 我们来推断一下 老子是个什么人 他为什么能够写这一部书 一个词语解释 就是首藏室 首藏室啊 古代的功能是比较宽 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 当案馆 博物馆 这样的多功能的 一种综合性的机构 这个例呢 就是个总管 也就是说一个馆长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 老子 第一点 就是他一定出身 是一个官宦 世家 第二个 他的地位很重要 是首藏室之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司马迁家里 两代人 是 使官 做探使 班固 班彪 他们兄弟 姊妹 也是 相继 做了一个史官 古代的史官 很重要 那史官的一个脾气 也还蛮硬 但是文化 我们都知道 孔夫子开始 才把文化 这一个活种 从天上 引到了民间 那在此之前 这个文化 就是那个 王室 就是那个 诸侯 或者大夫 他们自己家里 叫做家学渊源 老百姓 他就不传给你啊 所以李自成起义 李自成打仗 他没有兵法 他就只是一本 三国演义 这就是他最好的兵书了 老百姓接触不到文化 他没有文化 他就不可能做 这一个守藏室 一个官员 更不能做 守藏室 之力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才知道 下面它是 中国上古以来 中华文化的 继承者 守护神 他在那里呢 看到的都是 有史 有历史以来的 历代 王朝 兴衰 成败的东西 也接触到当时 那种政治 周王朝是怎么统治的 诸侯们是怎么做的 接触着很多 在这种基础上 他就思考了 他就把它继承下来 然后 他就写这个书了 他为了说明 他这个书 不是 瞎胡编的 他那个书里边 仔细去数 有26处 写 上古圣人 提的26次 证明不是我自己 灭造的 他总结这个 心衰存亡那种 铁血的教训 然后再提念 再升华 才出了这一部 不朽的著作 这是我们这样 分析得来的 第二 应该说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 伟大的 学问家 思想家 哲学家 今天不是什么 NB是什么 管理学的吗 从美国去引进吗 其实中国的管理学啊 最早的 这个管理学院的 这个教授 就应当是李丹 他这个书学了以后 你就会去搞管理学啊 你就会搞管理啊 这是看你想不想 动不动脑筋 想一想 啊 你就收获了 就按照这个去管理 历朝历代 怎么评价他 都是老子一树 你得起一树 你只要能够 中间里 钻研透了一点 你就可以难免 为我 当然 不一定每个人 是做王 做皇帝 你那个大公司 那个大企业 你做董事长 你不是南面为王吗 应该说 他这个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奠基人之一 是最早的一个 是最早的一个 你以外之一呢 你当时不是孔夫子吗 那是比老子呢 要缓一点 这部书 后人还怀疑 说他那个时候 写不出这样的著作来 怎么这么前瞻呢 这也可以算是个谜吧 埃及的那个金字塔 不是说 他一条线 一条角 又是那个数学 又相当于什么天文术 什么地球 到太阳的那样 一个距离 等等等等 那么说 也是解释不清 但是你能够说 那个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吗 不是埃及那块地 地方上的那个古老的那些个先选先折们做的吗 人家说这个书写得太好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是老子写的 那个年代的老子写不出来 那么 那个那时候 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啊 恐怕礼拜也是写不出来的 只有我们说 你把写不出这句诗的人 这个人才可能写得出来的 你怎么说这个话呢 那老子凭什么有这种殊荣呢 为什么我们是说老子应该这样来评价他呢 就凭下面那个 他做的事 做什么事啊 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自引无名为物 言道德之言五千余言 也就是说老子取的这个地位 他的崇高伟大 就是这个五千余言 不要多的 有的五千余言就够了 我们文学家们说写诗歌 一辈子几千首 有的一首 从唐达流传到今天 就是伟大 嗯 不在乎多 那 过去人家所说的 马婆娘的国脚 又乘又臭的东西啊 那文字再多 你也不能扬名 也不值钱呢 那么修道德这个怎么说呢 我这里就不解释 下文会解释 第三 我们看一下 老子这个人啊 他的人品怎么样 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菩萨 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 阿弥陀佛就是说 反正要普度众生了 哎 他的心胸的开阔 他是悲天敏人 他的至爱无边 他是心系天下 他自己又是一个 尊道 众德的 一个模范的 历行者 怎么说这个话呢 我们 他者 是 他人 是 对 他人 这 是 这是 这 是 感谢观看